最近飘日到沙皇 他带着远古韩国阿天 各种上岸附身 这才更新第五 他就已经嘎了数十个人 这集他们玩得更慌 不仅藏进了手机 还用短信远程附身 这个妹子就中招了 他给自己补了个红装 选择了一个猎物 便开始了狩猎 他一路跟踪 尾随着目标进入了地下通道 他停 他就留步 他动 他就拔刀 大汗似有所感 在他的身后 他看到了尖刀 白衣 红唇 更恐怖的是 他来了 大汗三瓶烧酒 前辈下成了软汗 一个猎且腿肚子发软 他颤抖着大海饶命 可姑娘并没有大力 他一手提她头 单手就要割她 很可惜 前方传来风底 妹子知道 事情已经不可为 他绕过那两个陈咬金 打算暂且饶她狗命 隔天 妹子在大街上休息 他很害怕 他怀疑自己撞倒了当东西 他找到了一个神父 诉说了自己遭遇 醉酒十分重视 因为妹子说了单独 他将此事告诉了东巴 东巴一听 一条日子 瞬间独淡定 而妹子刚到家 又收到了短信 阿飘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去天台随风而去 要么就手刃仇人 很显然 他做出了决定 他一个转身 拿起编织袋 打包了整个仇具 然后直冲大门 今晚 他要让他们见红 妹子教训 不日就要结婚 但三天前 恶变途林 他老公找的浴缸 了缺了精神 而始作俑者 是他的那群狐术 他不仅被他们排挤 还得分叉 无数的罢了 作为一个成年 他心痛得难以呼吸 只能自我了解 当然 雪奇很崩溃 他想要殉情 但阿飘开导了 也是 逃死不如复仇 可他刚想了 就迎面遇到队 正是赶来的 崔九和东巴 雪奇见识不妙 一声大号 仰头就倒 杨庄遇到了流氓 旁边的小年轻 一看着前进 当即正一感暴行 东巴二人被打 雪奇趁机跑回了家 可阿飘短信又来 小区内 东巴还在和警察距离 但忽然 是雪奇 既然不能复仇 那么他只有这一个选 雪奇被拉去了医院 刑警采奇负责调查 他认识雪奇 一天前 他们接到报案 说有人失踪 失踪者正是雪奇男友 而调查时 雪奇说他们已经分成 可是现在 雪奇通过护制 告诉了他们一个消息 采奇立即前往停车场 但他忽然扶着心理 他告诉前辈 他怀疑这是调谱离山 于是二人兵分两 等采奇感到病房 果然 雪奇已经消失 而在停车场 贤辈确实发现了他难以 只是已经泡得发白 此时 东巴二人还在警局接受调查 但忽然东巴领眼抓索 他看到了一幅画面 那是一间办公室 一个大汉正在加班 而下一步 他为人一刀刺 羞手正是小区 不愁成功 他兴奋地吹起了股杀 那边的东巴也产生了共鸡 这是他领眼的不作用 神父发现了不顿 他想要唤醒东巴 但东巴反手将他举高高 采奇刚开门 就看到了这一步 他立即三步并两步 处理这种事情 他有经验 春发共振教师 他将预言告诉了采奇 根据东巴的描述 采奇推断 那是雪奇男友的办公室 他带着前辈三叔 两人计划包抄 采奇负责正门 三叔绕口 但三叔从紧十八米 抓的人倒是不差 不过没一个是阿飘 很明显 他输得相当惨 另一边 东巴带着崔九 跳开了雪奇家 还没找到什么线索 就被人堵住了门 妹子是雪奇闺蜜 从她嘴里 她们获得了一个重要情况 另一边 采奇也有了发现 是那个被刺的大汉 真是祸害一天年 采奇立即请求支援 但雪奇从暗策现身 采奇很紧 侧身躲过了头衔 但此时的雪奇已经是阿飘 力气绝非常 采奇拼命争议 他借着前提的势头 给阿飘来了个过天窗 但这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 他额头吃了一击哑力 瞬间丧失战力 阿飘一脸冷漠 他拖走了采奇 二人被关进了一个仓库 他将雪奇的故事 告诉了采奇 他宁笑着问 这种垃圾该不该决 动手瞬间 采奇告诉了他答案 垃圾是有毒 但自有法律自材 阿飘觉得好笑 阳间律法 想困阴间人 他要鲜嫩死这个王子 何管他的人道理 正是赶来的神父 何东霸 阿飘很慌 此地不可救流 但他逃跑的动静太大 引起了二人注意 两个人一路狂追 阿飘速度快 神父追得十分吃力 追丢瞬间 东霸驾车出现 阿飘两个腿 终究跑不过四个人 他虽然被撞 但战力并没有受损 东霸被擒 危在旦夕 可耶稣道 是崔九的十字架 阿飘受创脑力 崔九立即打了一道树林 眼见阿飘暂时被封 东霸登机去询问他心 而崔九去了地下室 他怀抱阿飘 一把扫轻说命 制作了临时聚魔台 然后捆住阿飘四肢 可仪式还没开始 阿飘忽然苏醒 他佯装自己是血脊 崔九被捕破 到行驶上 慌愣地想要解开死 却被阿飘吊在背后 还用胳膊很命地鼓死 崔九大听 忽然被人一把推倒 幻境就是 眼见阿飘如此 要让东霸和彩西 当即左右开口 崔九身吸一口气 迅速调整状态 驱魔一世 即刻进行 他先用圣子的名义 调动了天使长 米加勒的力量 然后用耶稣十字 左刀阿飘 保险起见 崔九捂住了阿飘 阿飘被烧得发火 忽然彩西撞开了崔九 他对这些神五神六的东西 还是半信半疑 很快彩西就遭到了袭击 恍惚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正沉浸在背上 一声当头望着 宛若平地精美 是东巴 三人抱援手艺 阿飘在眼 一帆风顺之时 崔九却忽然脸色一变 他甚至起身 放弃了一事 因为阿飘的身下 留下了咽喉 是的 他有神秘 神父不敢应来 他想唤醒雪奇 但雪奇饱含死质 压根不回忆 而如果本人不配 身体就会一直归于阿飘 僵持之际 东巴掏出了一个东西 那是雪奇和男友的恋爱 他对着雪奇大喊 雪奇陷入挣扎 是殉情 还是为老公延续生命 他选择了后者 神父崔九 立即帮忙 阿飘似练兽敌 他大喊调入到救命 便杠狂闪 似乎有东西要入侵 但崔九仙一步完成了仪式 阿飘鼻挺起 堵出了一肚子东海 无水 他输了 雪奇获得了新生 私人仪式 而生活还有远方 但调日道的阿飘不准意 世间的恶人也不准意 不过他们还都在下